我们今天来学习一款非常简单的装饰小花朵 这里我们用的是三股的这个牛奶棉 勾针是2.5的勾针 下面咱们来演示一下它的勾制方法 毛线呢,是要在这个线团的中间曲线 首先我们需要环形起针 左手持线 将线在手指上绕两圈 接着将勾针穿过线圈 然后将线勾出 接着再勾一次线 将线勾出 这样环形起针完成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将勾针穿过线圈 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接着勾针绕线 一次性将线勾出 这样编制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编织短针 一共编织12个短针 12个短针变好之后 接着我们收紧线圈 首先拉一下线头的部分 找到被拉动的这根线 然后将另外一根线收紧 最后再拉住线头 将线完全拉出 线圈收紧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 调短针上方 这个辫子针 然后将线一次性勾出 编制一个引发针 接着编制第二行 首先锁五针 接着勾针绕线 在第二个短针上 调短针上方 辫子针 两根线 接着将线勾出 勾针上剩三个线圈 接着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穿过后面的两个线圈 长针编好之后 接着锁两针 之后呢 我们就在每一个短针上 各编制一个长针 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开始的第三个锁针上 编制一个引发针 引发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两针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个空隙处 编织七个长针 编织七个长针 编织七针编好之后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个长针上 编织七个长针 编织七个长针 七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位置 编织一个引发针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个长针上 编织七个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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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织七个大小针 编织七个长针 编织五个短针 编织七个长针 编织七个绿 接着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腌制一个引发针 接着在下一个长针上 再编织七个长针 之后呢就一直重复编织 一共编织六个花瓣 最后的一组花瓣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长针上 腌制一个引发针 最后将线剪断 这样花朵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在花心的位置 缝制一个装饰珍珠 接着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